准备好了吗 我要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你们四个该拍就拍啊 别往后等 后边不一定有 好不好 听人劝 哎 你劝吗 我听 我听人劝啊 你看看哥们这人气 气人不气人 转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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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特别好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特别大会支持我们 不容易 不容易 很热的天气 更不容易的是我自己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特别大会了 大家都知道 我其实已经不知道自己 还能在这个舞台上获得什么了 不像这些新演员 他们很多人就很直接 也很现实 只要淘汰掉了两个我这样的老选手 下半年就能接到广告 但是他们很胜色 大家跟这个深奖顾他 我还想参加特别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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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参加特别大会 我还想参加特别大会 要你呢 你有一天 我们很有趣的 但是我们就参加特别大会 好像参加特别大会 当然 如果是一个女演员夺冠了怎么办 如果是你一个女演员夺冠了 公司就没有一个男的能配得上他 我其实都不是很理解 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课CP 听到这些信息就非常兴奋的样子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我现在都不太理解 剧本沙我就不太理解 你们会玩剧本沙吗 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玩剧本沙的朋友 你们平时是都没有工作吗 不知为什么你们休闲娱乐的方式 是从宝贵的周末休息时间里 专门抽出几个小时 就是为了跟一群陌生人 开一下午的会 剧本沙也太像开会了吧 就是一进门 先给你一叠厚厚的材料是吧 然后你看着看着 发现各部门已经开始互相丢锅了 而且最怕的就是跟同事玩 玩着玩着都分不清自己是谁 都急眼了 你听我说 那个项目确实是我搞黄的 但人真不是我杀的呀 我也不太理解年轻人的饮料 我现在连奶茶都不太理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奶茶里 能放那么多东西 前几天我买了一杯奶茶 里面有糯米 燕麦 豆沙 芋泥 还有一整个的咸蛋黄 我不知道最后这个大哥 是怎么混进来的是吧 我感觉我喝的时候 我喝的都不是奶茶 这就是一个兑了水的粽子 那我喝的一半是吧 噎得实在不行了 我开了一瓶八宝粥 往下顺了顺了 这款奶茶 这款奶茶的名字叫全家福 看到它那一刻 我全家都福了 不过你们知道吗 就是这杯奶茶 给了我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就是喝这杯奶茶的时候 我内心感觉到无比的安定 这杯奶茶 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因为我知道是吧 就算当时地震了 我都不害怕 光凭这杯奶茶 我就能坚持好多天 救援队来了 我都会很大度 说你先去救后边那个单元 我不着急 我至少还能坚持三天是吧 你看我刚喝完奶茶 包括买盲盒的朋友 喜欢买盲盒的朋友 我也不太理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会喜欢买盲盒 盲盒不是摆明了骗人吗 我觉得盲盒不就是 小焕熊干脆面 他还干脆没有面 你想盲盒里卖的 一定是没有用的东西 对吧 因为真正的生活必需品 是不可能以盲盒的形式销售的 菜市场是永远不可能卖盲盒的 不然每天都会有人 在菜摊前 虔诚的祈祷是吧 今天让我抽个蒜吧 哎呀 仨礼拜没吃蒜了 哎呀 我觉得你只要小时候 上过那个小焕熊水火卡的当 现在就不应该吃盲盒的亏了 对吧 当时我为了收集一张送姜 我家里有二十多张李逵 你知道我拉开抽屉的时候 二十多个李逵 拎着四十多巴大腹 就这样看着我 我们的哥哥呢 我当时 虽然已经丝灯了 但是我还是要展现我全部的技术 我当时拉开那个抽屉 我就感觉像拉开了一个送姜粉丝团一样 是吧 我们的哥哥呢 而且当时小时候还有传说 就是说 不同地方的面 里边的卡的分布是不一样的 是吧 商家也很能用这个制造焦虑 就是小卖部的老板 经常就悄悄跟我们说 我最近进了一批不太一样的面 你要不要试一试 梁山好汉故乡 山东来的货 我听说都有人开出孔子来了 我觉得盲盒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公平嘛 机制很不透明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 我觉得真正的公平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你还这么卖 没有问题 但我付钱的时候 也用盲盒的形式付钱 就这几个红包里边 一块十块 二十一百 你自己选 对吧 然后我们回家各自打开 你这个盲盒值多少钱 就看我们自己的手机 对不对 然后你一打开 然后你一打开说 你这个钱上印的头像怎么是送姜啊 恭喜你开到我的隐藏款 我觉得大家都会对选择多这件事被迷惑嘛 都觉得选择多是好事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比赛 我相信你们来看 是吧 电视机前的朋友来看 也像拆盲盒一样 在想今年这么多新来的朋友 里面能开出几个送姜呢 几个送姜我不知道 但是肉眼都能看到 长得像李逵的已经有好多了 是吧 所以朋友们 如果是为了省心 还是可以支持支持我们这些老演员 我们就是明码标价 薄利多销 我今年的原则就是 只要有人看 我就一直演 则瘦就一直勾往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宝 在后边听得我非常着急 方便 第二年就不想比了 我都第四年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还有好多故事 没有讲给你们听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从来没有在镜头前面 说过的秘密 我是色弱 然后我跟很多朋友讲的时候 他们也会有你们这种 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慰我的眼神 看着我 是吧 不用好不好 没关系 不是你们的责任 好不好 然后有人看到我反应很奇怪 说 你是色弱 那你现在看得见我吗 你不是变色龙 不用这么玩了 好不好 我觉得大家都很了解 色弱 色盲什么的 其实色弱跟色盲 都统称为色觉障碍 我是程度比较轻的 我就是有一些黄色跟绿色 分不太清楚 然后再严重一点 就是大家在书上学过的 那个红绿色盲 它就是红色跟绿色分不清楚 然后再严重一点 就是全色盲 就是看所有东西 都是黑白灰的 然后如果再严重一点 就是黑白都不分的 它就是一部分的微博网友 其实我觉得 我们色弱色盲 还挺可爱的 你知道吗 我们连电影里的坏人都做不了 你们能想象 灭霸是色弱吗 就永远分不清那些宝石 你知道吗 就互联都不用战斗 就在那等灭霸崩溃就可以了 是吧 就灭霸在那 诶 毁灭呀 诶 毁灭呀 钢铁牙在边上抽着烟 怎么了 唱歌进不去半座 要不咱们简单点 咱们也别打了好不好 你就从我们这群人里 跳出来谁是绿巨人 就算你赢好不好 我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 当时我跟我爸在下象棋 然后局势非常胶着 但是我那天走出了 出奇制胜的一招 当然在我爸看来呢 就是我用他的马 把他给僵死了 我爸当时都懵了 说有三匹马的对手 好难战胜啊 而且我当时表现得非常嚣张 你知道吗 我说来啊 我愚蠢的父亲 是吧 我爸说孩子完了 对吧 你想这孩子心里这么健康 生理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然后他就带我去体检嘛 你们体检的时候 也看过那个色卡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环节 非常的荒谬 因为你们看一眼 就能看出来 你们不知道 其中有一页 我看起来是一头鹿 你们大部分正常的人 看起来是一匹马 所以就显得 不仅我不认识颜色 我还不认识马 我觉得还不如干脆一点 就正常人看到两个字 正常是吧 我看到一句话 哈哈哈哈 又得注意个色毛 挺 而且色肉对我 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你比如说 我下各种棋的水平 就参差不齐 是吧 我最厉害的是五子棋 你们大概也能想象 为什么 我下棋就主要看阶段 越到残局 我越厉害 跳棋就主要看人数 你知道吧 六个人下着跳棋 在我看来 跟体检没什么区别 下着下着我就会 大家先不要动啊 我好像今天看见马了 这个应该没问题 给他看啊 我其实从小 我就知道自己是色弱 我现在已经32岁了 我已经是个老色弱了 但是我小的时候 很害怕别人知道 这件事情 因为我害怕别人知道之后 大家会觉得 我跟大家不一样 而且你们知道 小朋友在最不懂事的时候 才伤害别人 是最直接 最残忍的 小学的时候 我体检查出来是色弱 我还没走回班里 班里已经在传 我是色盲了 我还在解释 我说色弱色盲不一样 是吧 隔壁班小朋友趴着窗 我啊 你们班有色狼吗 而且小朋友连安慰人都很伤人 还有人跟我说 没事 没事 不要难过 我读过十万个 为什么 狗都是红绿色吗 但是你知道那些狗 每天过得多快乐吗 我说谢谢你啊 很少有你这么通人性的朋友了 所以每次学校体检的时候 我都非常非常的紧张 我就生怕周围人 发现我这个小的问题 生怕周围人看出来 我甚至一度 把茶色盲的那个本子 整个背了下来 这个方法呢 我是在百度色肉吧里找到的 我相信你们也没有去过我们贴吧 所以我在这里声明一下 我们色肉吧跟借色吧 是两个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那次去体检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很紧张 因为我虽然背起来了 但我怕我背的不对 你知道吗 我怕我背错了 我非常担心 我走过去 我非常自信地说 我说大夫 麻 大夫说这一页是数字啊 我说大夫 马上我就能看出来 你不要催 所以非常的紧张 但是那天排队 排着排着队 我就不紧张了 因为我发现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大家都一样 因为那天我看见 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大哥 在背势力表 最开始我还没发现 我以为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是吧 后来发现大哥根本不是在祈祷 非常感谢他 也是从那天开始 我虽然还是看不清颜色 但我觉得自己更能看清自己了 谢谢大家 我是胖博 大家好 我是胖博 节目都看了 对不对 我这一季表现得还可以 对吧 怎么说呢 YYDS 比赛太激烈了 我们现在 我们其实特别讨厌这种 一对一的直接的battle 尤其是你知道 有一个 心里看起来就很阴暗的人 站在你背后的时候 真的太激烈了 我觉得这一轮 我必须要聊点 这个有劲的话题了 朋友们 我变了 我要聊聊男女话题了 好不好 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聊聊 我这个性别 聊聊男的 我发现男的真的很容易走神 就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老婆最近就经常抱怨我 我发现你最近 就经常不好好听我说话 我说啊 你说啥 你看看这视频 这视频这袋鼠可太可爱了 男的就是会时不时 做一些这种完全没有意义的 不然你也很难解释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只有男的 走在路上 会突然间莫名其妙 就要投一个篮 还会有人什么 胯下运球 什么背后转身 然后什么转身上来 反正完整一整套 他手里有真的篮球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动作 而且你们知道 这种幼稚其实是不分场合的 之前我们有一次在公司 开一个非常严肃的会议 会议室后排一个大哥 缓缓击手 投了一个篮 关键是在场所有的男的 都没有觉得不对劲 甚至我们心照不宣 知道这个大哥 球没投进 因为会议室 另外一头一个大哥呢 抢到了他投丢的篮板 还帮他补篮成功 最后两个人在那 我见过最荒诞的一个场景 那是一个婚礼 那个新郎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突然发现周围的亲友 都没有在防守他吧 莫名其妙就投了一个篮 我当时就觉得婚礼 这么重要的地方 连虎服上的兄弟 应该都会隐隐觉得不对劲吧 当然虎服上肯定还会有兄弟说 对啊 他投篮之前 怎么连个假动作都没有呢 所以我也觉得 难怪也是婚礼上 都是新娘扔捧花的 绝对不能让新郎扔捧花 新郎扔捧花 保不齐就会有人 胯下运球 什么假动作扔捧花 反正没有人能得到爱的祝福 而且总会有女生会问嘛 说每次男生这种空气投篮的时候 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很惭愧啊 我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 做这个动作最频繁的人 我甚至因为空气投篮 把手扭伤过 但是作为空气投篮的专家 对吧 空气库里 我非常清楚 男生脑子里在想什么 很简单 其实就是什么也没想 因为男生也是人 我们只要想一下吧 也知道这个动作有多愚蠢 你们知道每次我把那个隐形的篮球 举到头顶的时候 我就已经意识到接下来的事情 有点不对劲了 但我还能怎么办呢 把球收起来吗 这就走步了呀 我真的怀疑是吧 我怀疑我这个习惯 早晚有一天会害死我 就算有一天我临死之前 我躺在床上 举起手 也不会有人觉得我有遗言要说 我的孙子只会在那儿 别动别动 爷爷好像要投篮了 爷爷至此是少年 男的就是这样 男的就是能自己 在自己的世界里过得挺好的 就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就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比如说发型 其实真的没有男的 在意自己的发型的 就算是那些 已经几乎没有头发 上了岁数 凸成这种地中海的人 他们最多 也只会留一个 全世界最欲盖弥彰的发型 就是我中间这个区域 确实已经不太行了 是吧 但我两侧的实力 仍然不容小觑 只要我轻轻一遮 就没有人能发现我的秘密 我特别欣赏这个发型 我觉得它代表一种态度 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敷衍 就是I have no hair but I don't care 而且这个发型很神秘 有一种神秘的美感 你知道吗 就是每次就是 你远远看 你是不是以为我有头发 来来来来 surprise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理解 直发这件事 我们的人生中 是不会有人去直发的 我甚至从原理上 都没法理解它 你们知道直发的原理吗 直发原理很奇妙 它就是把你的后面的头发 薅下来一些 然后插在你的额头上 然后治疗就完成了 这是我见过最拆东墙 补习墙的治疗手段 这就好比杨过去医院 然后医生说 杨先生 我们今天把你的左手 移植到右边 您就康复了 去跳绳吧 我觉得这也是 我后面这些头发 是吧 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天 怎么着 还有我出场的一天 从今天开始 人家就是刘海了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男的就是 非常容易就沉浸在了 自己的世界里面 即便是我现在面临 很激烈的比赛 这么紧张的表演 我也要一直提醒自己 是吧 我才不会忘记 最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经典有机 A2沉牛奶 自然原生 天生珍贵 希望我们的男同胞 都能少走神 不要忽视世界上 还有这么好的牛奶 也更不要忽视 身边的朋友 谢谢大家 我是邦邦 大家好 我是邦邦 今天啊 想跟大家聊聊 我的婚姻 你们不要这么兴奋 显得你们参与了一样 好不好 今年已经是我结婚的 第七年了 我觉得这里可以挖一下 对吧 尤其在我们单位 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我们公司你们也了解 一年大概有一个名额 小心 小心 我现在 我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笑狗文化 加七年之痒 我就期待一个 负负得正的奇迹了 不过我觉得结婚 还是挺有意义的 结婚对我来说 是真正意义上的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刚结婚的时候 我很不适应 我经常半夜醒过来 就吓一跳 我去我旁边 怎么有个人呢 我老婆也是 有一次睡着睡着 叫光一拳给我早醒 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领略到女权的力量 我说她跟我道歉 她跟我道歉 我说没事没事没事 能理解 大家都是第一次结婚 另外你上次从床上掉下去 其实是我tread的 不结婚很多事都不会知道的 我觉得不结婚 我也不会知道 女生化妆有多复杂 尤其是化眉毛 我观察我老婆化妆这么多年 我觉得人类长了两根眉毛 真的给女生增加了很多的麻烦 就因为这一步啊 你是需要 把本来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争取化到 还是一模一样 有一次我老婆化眉毛 就化完之后两边眉毛 一边高一边低 那一整天 我看她 我感觉她对所有事情 都格外的疑惑 但是 这个保持不住 但是你知道 当她真正疑惑的时候 她又显得非常兴奋呢 你要出差了吗 你这么不想见到我吗 但是我结婚前 最难以想象的一件事 其实是我结婚之后 居然有一天 会需要去买卫生巾 其实这件事很正常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大大方方的 我觉得互相帮助 就是成为伴侣的意义之一 但是那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非常不知所措 跟你们现在一样 有一点紧张 甚至觉得非常羞耻 我走进超市的时候 那个感应门 自动打开的时候 我都吓一跳 她都看出来 我要买什么了 我本来就想着 就是越快越好 我去了 抽一包就走 但是去了超市 我才发现 超市有吗 一整墙的卫生巾 我拿着我老婆 给我的照片 在那一个一个找 我像在参加 最强大脑一样 而且找到之后 我还是很不好意思 我定位好了之后 我就转过身 我等到我周围 都没有人的时候 我偷偷地抽出 这一包卫生巾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 塞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然后我刚走了 没有几步 我大概就是从 这个轻薄日用行 走到了夜用家常 然后就又 吓回跳啊 走了没有几步 就有五六个保安 围过来了 是吧 我就赶紧掏出来 我说 不是不是 我那个误会误会 磅礴 磅礴 就当时很矛盾 你知道 又希望被认出来 又不敢被认出来 我就是你们安保 还挺严格的 我们超市挺厉害的 他们说不是不是 平时抓小偷呢 两三个人也就够了 今天听说监控 你看见变态了 都想出来看一看 我后来回想过 我为什么会觉得不好意思啊 其实很简单 恐惧源于未知 我对他完全不了解 我对他所有的了解 都来自于 电视上那个广告 但你们看过 卫生巾的广告 你们就知道是吧 根本看不明白 是什么东西的广告 刚开始有一个女孩 在那特别的萎名 然后她有一个姐妹 在那兴冲冲的 兴致勃勃的走过来 在她耳边说了个悄悄话 然后她也兴奋起来了 我当时看完 我就说 这什么东西 兴奋机嘛 我感觉我每天上班 都需要来一包这个东西 而且就算后来 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广告之后 我还是很难理解 就是再方便 再舒服 你也不用直接在马路上就 就这样吧 太奇怪了 到底也太多了吧 你们知道 我特别喜欢打篮球 是吧 我上学的时候 离扣篮就差十公分 我一直怀疑 自己是没有买到 适合自己的产品 我觉得就是这样 婚姻就是很奇妙的 婚姻就是很奇妙 我之所以 我觉得我的婚姻 能维持在一个 很不错的状态 是吧 除了同行的衬托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 在于我太太 在于我老婆 她是一个看问题 比我清楚很多的人 我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 她就跟我 非常郑重其事地说 说庞博 你在外面 将来 一定会遇到一些诱惑 但是你不要心存幻想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 只会有一个女人 是永远爱你 就是你妈 她真的很理智 比如她也追星 她也有自己的偶像 她非常喜欢李线 但是我也很费解 我说这种又高又帅的男明星 咱们自己家不是有吗 但是她真的很理智 一句话就说服了我 她说你放心 我跟她就是玩一玩 我很快就会喜欢上 其他人的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去参加了一个典礼 当时我听说 李线也有可能会去 那天出门的时候呢 我老婆就很热情地 把我送到了门口 然后还在我这里亲了一下 然后我说你干什么 偷袭我 是吧 她说没什么没什么 你如果见到李线的话呢 替我把这个带给她 当然那天 李线没有来啊 是我的幸运啊 不然那天 也会有一队保安在那 快快快 监控你又看见变态了 真的婚姻 我觉得婚姻并不可怕 我也祝所有 没有结婚的 结了婚的 跟结过婚的朋友们 都好运好吧 也祝李线好运